阿县,这乡江彦离看着略微走神的魏无羡,有些好笑地换回他的神思,你在想些什么呢? 没什么,魏无羡笑着摇摇头,师姐,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? 你说,人为什么会喜欢另一个人啊? 这个师姐也答不上来了。 江彦离沉思道,魏无羡不解,那师姐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他? 喜欢就是喜欢啊,你看到他的时候会开心,只是和看到别人时的开心又有不一样的感觉。 但是他,要是不开心,你说不定比他还要难受,江彦离拍拍他这个懵懂弟弟的肩,继续道。 总是希望他看着你,不要看别人,但是又怕他真的看你,因为那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,也会害怕他看见你的眼睛,就知道你特别喜欢他。 结果又不把你的喜欢当一回事。 有时候他对你说一句话,你都要在心里揣摩好几遍,希望能看出来他也喜欢你。 只是又怕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意想,不敢确认,大概,就这样,就算是很喜欢了。 魏无羡听的云里雾里,只得探到,好麻烦啊,这不是往自己脖子上套绳拴姜吗? 我还没问呢,江彦离轻笑了一声,阿线问,师姐这么多,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呀? 我才不会呢。 魏无羡撇撇嘴。 江彦离无奈,可是阿线也不小了呀,就算是现在没有喜欢的人,那有没有什么概念? 比如,阿线将来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呢? 魏无羡沉思了一会儿,我喜欢的人,我没想过,没关系,阿线现在想也可以的,师姐和你说着玩呢,怎么样都不要紧的。 江彦离失笑。 那好吧,魏无羡只好点点头,嗯,首先一定要长得好看,嗯,还有吗? 江彦离眼纯,还有,要像师姐一样会做好多好吃的给我。 魏无羡笑嘻嘻地道,嗯,阿线是个馋嘴猫,这个一定是要的。 江彦离点头赞同,魏无羡不高兴了,师姐你笑我,你怎么笑我? 好好好,不笑你,还有吗?就这两个也太少了。 江彦离安抚住他,还要修为好,可以陪我去夜裂。 魏无羡补充,嗯,没了吗? 江彦离道,魏无羡继续道,还要不怕我的。 江彦离脸色一僵。 确实,自从摄日之争以来,闲少有仙子会不惧怕魏无羡了,倒是仍旧有人给他抛花治果。 但大多数也是冲着他的皮像和修轨道的厉害,真要选择魏无羡结为道理,恐怕他们都会退却的。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,江彦离满眼心疼,对上魏无羡疑惑的目光,却也只是叹了口气。 阿线这样万事心中过,无处惹尘埃的性情倒也是挺好的。 师姐给你做脸偶排骨汤喝,好不好? 好。好。魏无羡笑着,用力点头。 江彦离碎起身离开了。 魏无羡目送江彦离远去,这才拾起一边散乱的图纸和一堆材料,兴致勃勃地拨弄罗盘的指针。 这是他心想出来的,可以判断风水指引邪碎的罗盘,还起了个名字叫做风邪盘,严谨一概。 只不过还没有做好,然而方才和江彦离的谈话,却不知怎么,竟是在耳边一遍遍回想,看见的时候会开心。 但和看见别人的开心又有不一样的感觉,总是希望他看你,不要看别人,要长得好看的。 修为好还不怕他,撕,啊。 魏无羡想着想着,一个不察走了神,罗盘指针直接刺破了手指,疼得太一锁。 慌忙将手指含进嘴里才作罢。 只是,随后他因为疼痛而猝起的眉头,又揉砸了几分茫然。 他这是,怎么了? 他刚刚是在想,拦战。 慌乱间,魏无羡连忙起身,然而脚下没扎吻,一个亮枪又跌坐下去,头直接磕在了水泻的栏杆上,鹅脚瞬间红了一片,片刻后又肿起来一个抱。 啊!这下魏无羡眼泪都快腾出来了,捂着头话都说不出来。 云梦长街之上,人来人往,各家子弟门声配件而行,高谈阔论如今天下局势,意气风发。 忽然,四周行人略略压低了声音,视线不约而同,投向长街尽头。 那边,正缓步行来一名白衣抹额,父亲配件的年轻男子。 这名男子面容极为俊雅,周身却似笼罩着双血之意。 远远的还未走近,忠明修士便自觉晋升,对他行注目之礼。 有略有些名头的,大着胆子上前势力,道,韩光君。 自温氏倒台,诸多修士声明确起,堪称是百花齐放,四大家族的这一辈自然也是各中翘楚。 兰望姬后有有匪君子,肇事如珠,井行寒光,逢乱必出之美誉,顾好寒光君,比之其兄长毫无逊色。 闻言,兰望姬微微汗手,一丝不苟地还礼,并不多做停留。 其他修士不敢太过叨扰于他,自觉退走。 谁知,正在此时,对面笑盈盈走来一个身穿彩衣的少女,与他匆匆擦肩而过。 忽然扔了一样东西在他身上。 兰望姬迅捷无伦地接住了那样东西,低头一看,是一只雪白的花苞。 花苞娇嫩清新,油带露水。 兰望姬正凝然不语,又一个婀娜的身影迎面走来,仰手制出一朵浅蓝色的小花。 这一朵本冲他心口来的,偏生没砸准,砸中他肩头,又被兰望姬粘住,目光一去。 那女子嬉戏一笑,毫不娇羞地眼面顿逃。 第三次,则是一个投梳双环的智灵少女,蹦蹦跳跳地走来,双手抱着一束坠着零星红磊的花枝,丢到他胸口,转身就跑。 一而再,再而三,兰望姬已经接了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花朵花枝,面无表情地站在街头。 街上时的韩光君的修饰都想笑不敢笑,故作严肃,目光却一个劲地往这边飘。 不时的他的普通平民,则已指指点点起来。 兰望姬正低头无奈于这场记忆里也有过的小把戏,便果然便如他所料,发尖微重。 他一举手,一躲开的正烂漫的粉色勺药,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他病变。 高楼之上,熟悉且笑吟吟的声音传来,蓝战,啊,不,韩光君。 兰望姬抬头望去,只见亭台楼阁,沙漫飘飘。 身形纤长的黑衣人已在朱七美人靠上,垂下一只手,手里还提着一只精致的黑桃酒壶。 九壶鲜红的穗子一半挽在他臂上,一半正在半空悠悠地晃荡。 兰望姬便抬不往楼上去了,把一众修士的窃窃私语丢在身后。 本是发生过一次的事情,况且和上次的时机也对不上,但是心中的悸动却未曾减去分毫。 兰望姬也习惯于纵容心上人的一切,否则这般胡闹,上次年少心性,羞于吐露心意作罢。 这次若是他稍偏身形,勺药是落不到他并边的。 胡闹。 兰望姬坐到了美人靠边的小桌上,将一槐花卉暂且搁置,而后看向了旁边的几名少女。 魏无羡滚下美人靠,也挤到了桌边,怎么看着他们目不转睛了。 文言,一众少女嬉戏而笑。 兰望姬皱了皱眉,魏英。 魏无羡看出他不喜,心里也是一尘,只得挥退了他们,下去吧。 一众少女,煞时便化作了青烟。 魏英,你不该与非人为伍,与身体有,魏无羡无奈贪守,好吧, 我知道兰湛你关心我,但是我真的太无聊了,请了你来云梦玩,我今天还特意起了个大早,这不一边等着你,一边也没人理我,只好先上了酒楼了,我远远看见你来,就叫了他们给你送话,还顺便点了一桌子菜,一会儿就上来了。 你还怕人不理你吗? 怕的。 兰望姬曾经问过这个问题,而魏无羡是这样的回答。 这人什么时候都是前呼后拥,如今景况却是不比从前了,他这么爱热闹,现在一副截然一身的模样,看着也实在是太过孤冷。 他是忘了,这人在他面前一直是副嬉皮笑脸,但是他不在的时候,魏无羡却没有人陪着。 是他的疏忽,其实从接受自己是朋友开始,哪一次魏无羡对上,他不是带着讨好的意味的。 送莲藕排骨汤,赠阴虎福,亭中击斩,邀他来云梦,楼台抛花,隔钟点菜,灰退女魂,总是用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来招待他,他该是有多孤单才会如此小心翼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